今天3月22號在星期一晚上七點五十五分為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AZ疫苗在台灣第一天開打了包了刑事辦蘇貞昌 還有衛福部長陳時中在今天都率先來接種AZ疫苗 在接種的過程裡頭你記不記得立法院裡頭曾經有不少的國民黨立法院質疑說你們為什麼不率先開打呢 當時他們所秉持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則疫苗因為缺所以疫苗不夠我不強打 但是疫苗有疑慮我先打就這麼簡單不管蘇貞昌院長不管是衛福部長陳時中都抱持這麼簡單的態度 現在有疑慮兩個人率先打了那又有人說怎麼不直播呢 結果公布了早上七點四十分的影片跟照片之後有人說的你真的打的是AZ疫苗嗎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來首先從我們的框的畫面當中看到正在今天早上施打的一個畫面呢 那我們也看到如果是這樣子的話真的是被很多人所說中的有人就鎖定台灣的疫苗之亂展開這一種無裡頭的問題 甚至有一點點胡作非為台灣到底面臨到什麼樣的形勢呢 那包括除這個場景之外當然還包括立法院呢 我們都說你在對外在採購的過程這一些資料儘管第一時間也許是機密 可是總是不會喪失為什麼為什麼在上週要上演這種突襲要成立一個疫苗調閱小組呢 而且是突襲的方式陳語珍到底為誰忙碌為誰忙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今天立法院再度爆發衝突了 那民進黨的立法院提出一個相對的一個備案就是說要不要等到疫苗接種完之後再去公佈 但是似乎還是爆發了衝突 好當然我們要來看的是如果因為公佈之後讓我們採購受到了一些可能延宕 甚至可能挫敗甚至可能因此堵住台灣對外疫苗的採購的話 才被迫可能會被迫接受只好接受中國疫苗嗎 這是這些人背後可能會有的動機嗎我們不知道但是非常非常怪 這些人到底是在好奇還是真的在監督 這真的是在做防疫嗎在防疫這份工作裡頭你們到底做了什麼呢 當然我們要看到底什麼是中國疫苗因為包括了巴基斯坦的總理因為打了中國疫苗之後竟然確診了而智利呢智利更出現什麼智利呢是全世界那麼施打率是第三名的他打了中國疫苗之後呢竟然暴增了三成而且呢他的暴增的人數一天多達有七千人到底怎麼一回事當然今天國際間依然圍繞著美中在上週的高層會談當中充滿了中國疫苗的人數一天多達有七千人 充滿了火藥味這樣的一個對話我們等一下帶你還原現場因為在中國的網友還繼續的熱烈討論其中呢這一位叫楊潔篪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楊潔篪在美中的會談裡頭嗆美國中國人不吃你這一套中國人不吃你這一套已經轉換成商品在淘寶出售了在現場當中不知道你看原汁都笑了原汁你買了嗎我剛才知道我這個商品真的有這個商品 我覺得很有趣 很有趣 來我們來一一為你還原這些現場來首先為你介紹第一位來賓臺灣智庫的諮詢委員董立文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來民進黨籍立法人劉兆好 小群好 大家好 北一知名的腫瘤科醫師吳宏陳吳醫師 小群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連岸政策協會研究員趙醫師老師 小群好 大家晚安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葉元支 楊潔好 大家好以及國民黨桃園市議員黃敬平 沈一姐大家平安 稍後知識媒體王瑞德包括連線到紐約給陳破空老師也要獨家理解 這一位呢 是在今天 第一位施打的醫護人員 我們稍後獨家連線給他 先看這個大現場 一大早7點40分 行政院長蘇貞昌和指揮中心指揮官陳史中 一起踏入台大醫院 帶頭施打AZ疫苗 被污染了 一大早7點40分 行政院長蘇貞昌和指揮中心指揮官陳史中 一起踏入台大醫院 帶頭施打AZ疫苗 被污染了 問到會不會緊張 蘇貞昌右手比OK 別怕 別怕 中心 挽起左手袖子 帶頭打下第一針 73歲的蘇貞昌 右手比個讚 代表沒問題 跟隨蘇貞昌的腳步 68歲的陳史中 也打下AZ疫苗 還笑說 如果國產疫苗成功 總統施打會很有意義 總統的話 看看他有沒有特殊的行程 國產醫療團隊要去決定這事情 希望 如果國產疫苗成功的話 當然打國產疫苗 那也很有意義 是沒有裁造電影 裁測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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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然不會作假 醫院也沒有作假的必要 況且打疫苗是一件好事情 不需要作假 說像美國總統拜登 他都有公開 但這次院長是用閉門的方式 這個要問院 行政院的安排好不好 所以不可能會打營養針或什麼 沒有 沒有 絕對沒有這種事情 院長失去眼 讓他看看 晚喜秀子 上午八點鐘一到 雙和醫院院長吳麥斯 打下全臺醫護第一針 林維壽命扛下重彈 雙和醫院打完醫護第一針 北中南各醫院接力開打 八點半一到 北榮由副院長領軍開始施打 包括急診部護理師陸續接種疫苗 十五分鐘後 臺大醫院由院長吳命賢帶頭開打A字疫苗 緊接著上午九點長庚體系領口高雄 由院長副院長帶頭施打疫苗 十點鐘星光醫院接力 院長侯勝茂領軍接種第一劑 副院長洪子仁 也因為要跟著柏六綠油泡泡出國 率先接種疫苗 AZ疫苗醫護先打建立第一道防火牆 好 說不打不敢打 現在打了 說可能是打假的 打的是食鹽水 來 這樣的一個態勢 這樣的氛圍 東老師怎麼看 好的 今天早上七點四十分 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打的是全臺第一針 就是說這個疫苗 他是第一個在臺灣施打的 所以說他是帶頭防疫來安定民心 其實我們都知道 蘇醫院長他已經年過七十歲的壯漢 因為他以前是打橄欖球的 可是無論怎麼樣 他也願意來帶頭示範 應該是怎麼說 以身試苗拿自己的健康做寶 我覺得其實我們要對我們的行政院長 這種做法要覺得非常的敬佩了 你沒有必要是說 第一個說你問的不公開影像 公開影像了以後 你又在講說搞不好是打假的 這個沒完沒了的抹黑 沒證據不要這樣子 我還記得以前在我們防疫的期間 還有我們國內的媒體 竟然問我們的指揮中心 說我們的疫苗的統計數據 是不是造假怎麼可能那麼低 其實沒有任何的證據 這個就是抹黑 我們為什麼會說中國他防疫是造假 是因為有太多中國的老百姓 他們自己在醫院 他們有親手拍到了許多 他們目睹的畫面 有目睹的這種染疫的人 太多的屍體等等 有太多的疑點 那是有證據的 結果我們台灣沒有證據 竟然也可以這樣講 我覺得對我們台灣來說 現在打疫苗叫做雖晚不遲 什麼意思 跟外國比起來 我們當然是打得比較晚了 但是我們台灣的防疫 在全世界是數一數二的 所以這個時候打晚了 但不會遲 什麼叫不遲 就是說未來這個疫苗 在保護我們台灣的這種群體免疫 我們現在開始有序的生打 然後在今年 過若干幾個月以後 如果說有這種類似的 所謂的疫苗護照 或是說有這種防疫上的 通關機制存在的話 我們現在打都來得及就對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我們打得剛剛好 剛剛好有第二個含義 就是說我們打的這一款AZ疫苗 在3月18號 這個歐洲的衛生藥品管理局 已經公布了它的初步的調查報告 也就是說這個AZ疫苗 跟那個血衰之間的關係 沒有明確的關聯性 而且歐洲藥品管理局 還認證了AZ疫苗安全有效 所以說在歐洲的藥品管理局 一公布之後 德國法國西班牙 意大利荷蘭等10個國家 其實馬上宣布恢復 繼續施打AZ疫苗 那其他的就是說 看到在野黨的一些反應 就是怎麼又來了 這個叫疫苗作亂 這個不是疫苗之亂 疫苗本身沒問題 是有人在作亂 所以說在野黨如果說要監督 我覺得天經地義 但是第一個你要把台灣人民的健康安全 擺在第一個 第二個你最好是有些建設性的 第三個你能不能以身作則 你指控別人之前 你能不能自己也以身作則 那成立這個等於說 這個所謂的疫苗調閱小組 沒想到今天還在我們的立法院 還在鬧這個事情 我們其實上個禮拜 就討論得很清楚 疫苗這個所謂的調閱小組 我們立法院的調閱權是有這個權利 不過這個權利主要是針對 有弊端的有違法的事實 所以要成立這種調閱小組去調閱 我上次講過 我們上一個這個調閱小組 就是針對石木青案 那個是一個非常有明顯的違法事實 所以立院黨團就是說各黨 是跨黨派的協議 共同同意來組成 這個調閱權其實本身 還有一個調查的權利 它有這個調查的含義在裡面的 所以我聽到說在野黨的 剛才那個陳委員 有談到一點說 有這個調閱小組 你也可以舉辦這個祕密會議 如果擔心這個好像說不能公開的話 有祕密會議 這個問題剛好相反 你不用成立這個調閱小組 你同樣可以舉行這個祕密會議 你有了那個調閱小組 你就有調查權 人家就問你想幹什麼 你這個調查權 你可以調閱任何的文件 包括契約 那還是要再講一遍 因為有這個調閱小組 可以調閱這個契約 它的直接後果 就像是我們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所講的 你這樣很可能會造成 我們買不到疫苗 為什麼 因為那個保密條款 一定是這樣簽的 買方跟賣方 負有保密的責任 什麼意思 除了買方 對不起 我不確認我們的 在契約上 簽制的那個買方是誰 是人 還是我們國家的某一個單位 不知道 但是保密條款是這樣 那個契約簽下去之後 如果是那個單位買的 超過那個單位以外的人 知道了這個契約的內容 這就叫泄密 還不用說公開到那個 什麼媒體上不用 根據契約的原理是這個樣子 而且我們之前也講過 疫苗在現在它是管制品 它是國家安全的戰略物資 所以它也不是普通的商品 所以不是普通的商品 外國的廠商 才會對保密的要求會更高 所以我也看到就是說 在野黨的立委說 這個不是這種民法上面 司法上面那個保密條款 這個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才應該要有所謂的 更進一步的監督權 對不起 同樣的道理 因為國家安全戰略物資 所以人家也有更高的保密的要求 所以這個疫苗作亂 從一開始到現在 亂個沒完沒了 一開始買不到 然後後來買到了 買不夠 買不好 後面是不是想要買太貴了 還是買不對 到底想要怎樣 我是建議 無論怎麼看 都像是在助攻中國疫苗 所以說我覺得還是不要這樣子 還是用我們 以我們臺灣人民的健康安全 為最高的考慮 疫苗作亂 該停止了 好來 同樣身為立法委 來請教趙好大哥 你覺得嗎 這些人 尤其是當周委的陳玉珍 為誰忙碌 為誰忙 他真的是服務臺灣的百姓 臺灣的選民嗎 還是一切的背後 真的在替中國助攻嗎 當你這個時候要去調閱 這是疫苗的報價單 到底為誰忙 為誰忙 我覺得我們臺灣的防疫程序 受到國內跟國際上的肯定 但我們一路走來 坦白講非常的艱辛 一方面我們要對抗看不見的病毒 第一方面 其實我們還要對抗幾乎是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出現的惡意的政治上的扭曲 或者是惡意的攻擊 大家想看我們從去年的二月份一直走到現在 我們要限 因為口罩不足的時候 我們要限制口罩出國 有人就想你怎麼可以限制口罩出國 特別是不能限制到口罩出國到中國去 他說這個好像沒有愛心 另外我們要 我們認為是用隔離代替普篩的時候 那部隊應該要普篩 另外我們覺得說我們在不討發生不討事件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在支持我們的醫護人員 那有人說就要封城 甚至要有人這樣不去 不能去桃園 甚至有人也當任過衛生署署長的人 說要去開除 楊智隆說要去開除那個醫生 所以我們看見 其實我們講 現在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疫苗的事情的時候 跟前面講講這些話的人 其實都是同一批的人 好 所以我們幸好我們的防疫 團隊絲毫不受這些惡意的政治上的攻擊 然後我們堅定我們的步伐 一步一步地走 我們才可以看到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成果 國民黨其實過去我覺得防疫上 他有一件事情做得對 很溫暖 但是差一點被黨籍處分 就是陳以信去獻花 他說獻花給醫護人員 那由陳時中跟蘇晨湛院長代表接受 結果差一點被黨籍處分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做得最溫馨的 結果在國民黨裡面認為是最大逆不到的事情 好 我們今天看之前AZ疫苗沒有錯 在全世界裡面確實發生 因為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發生有一些個別的案件 目前看起來這數字是極為少數 但是確實存在有些人打了之後 是適應不良 好 所以有人就想說 國民黨就是說你院長要先打 你不打是不是沒有信心 好 那院長就講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有信心 就就有需要的人 就是按照防疫中心的規定 優先的人先打 大家如果信心缺乏 他願意先打 這講得那麼清楚了 這過去這一兩個禮拜 還拿這個來做文章 今天院長陳時中部長打了 他們開始質疑說你打了什麼 為什麼沒有直播 對 大家想看講這一話的人 如果你真的直播 你看就是愛作秀 你說為什麼要直播打針就打針 為什麼要打 好 現在把照片影片公布了 他說這有可能是假的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裡面 打的是不是疫苗 是不是生理食鹽水 坦白講生理食鹽水跟疫苗 長得都是透明的 你也看不出來是什麼 結果我覺得是說 這一群人是擺明了在桌上 他們看起來是在質疑各 他們看起來好像質疑陳時中 蘇貞昌院長 或是質疑臺大醫院 其實我認為 他們質疑的不是個別的人 或個別的醫院 他們質疑的是臺灣 他們質疑的是臺灣 是怎麼有能力 或者是他們打從心裡面 不願意看見臺灣的防疫成果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他們質疑的對象 絕對不是一個政黨之間的問題而已 而是他對臺灣這塊土地 好像有一種心態就是說 怎麼可能全世界都軟七八糟 怎麼臺灣特別好 所以從一開始也有人包括我們 任何的政策 他都跳出來亂 也包括我們整個防疫的成績好 他說這個是不是運氣太好了 甚至有人酸言酸語說 是不是作假 一直延續到今天的這樣疫苗的事件 所以我們面對這樣的質疑跟扭曲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要很堅定 我們相信對臺灣是有信心 有人要來質疑臺灣 看不慣 看不慣 不想看到臺灣好 但是我相信臺灣兩千四百萬的同胞裡面 大多數人是對我們防疫團隊是有信心的 另外我們在談到我們立法院這整個狀況 其實我們今天立法院未還委員會 也有一個混亂的場面要從上個禮拜是開始說起 上個禮拜是我們立法院八個委員會 我們處理臨時提案都是這樣子 因為我當過招委 我們先預告我們待會十點半十一點 我們要處理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大概總共有幾案 然後把這個單子先印給大家 包括行政官員 包括立法委員看 就是說我們自由這些內容 大家待會來討論 那一天陳玉珍委員當主席的時候 他就很明白說總共有八個案子 然後他考討論完第八案的時候 他說我們現在有一個第九案跑出來 就是今天產生糾紛的第九案 第九案他說臨時宣布有第九案 立法也來不及影印 議會的人員也來不及看到 包括立法委員包括行政官員 也來不及看到這個案子 他就趕快一念好 我們就開始表決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有表決的形式 但是他不是一個合法的表決 所以在今天我們衛環委員開會的時候 首先要確認上個禮拜四 到底發生什麼事 要確認議事錄的時候 那我們當然就民進黨委員就認為說 上個禮拜四那個表決 根本違反嚴重違反程序 是不存在的 視同不存在 所以否決掉第九案的那種會議事錄 所以就把第九案 確認他不登記在議事錄裡面 就形同沒有第九案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整個混亂的場合 就看得出國民黨你到底秘密 你說你要去調閱 我們相信監督大立法院的權利沒有錯 不過這個採購的金額數量 一直都會留在行政的部門裡面 他不會不見 只不過是現在我們正在採購人命關天 我們很怕說一旦公布 我說臺灣面對不是價格數量問題 還有政治的問題 如果這個政治的問題 中國力量又介入或者其他因素介入的時候 讓我們這個採購出問題的話 那這個人命關天誰可以負得起這個責任 所以我認為事後的監督 我們絕對百分之百贊成 當我們普遍的施打到一定安全的程度的時候 我不要說反對黨 執政黨會大大方方要求執政行政單位 應該把所有公開資料公開出來 讓這個數量數量金額 讓所有全國民眾都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就沒有比較沒有那種擔憂 只要我們就公開之後想要認為應該監督的人 就可以好好的去看裡面個別的內容 來 吳醫師 以你的專業 你覺得這一群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是好奇 這是叫監督嗎 還是在問題當中有人造謠 甚至就是來找查的 來 吳醫師怎麼看 我覺得我們之前講過很多次 就是說科學的問題 還是用科學來解決 那疫苗的問題 其實他是跟我們國民的健康 是息息相關的 其實最好的證據 就是他讓數字說話 那所以說在這邊炒這個 真的是沒什麼意思 那目前這個AZ疫苗 在這個北歐 以及東歐的一些相關國家 曾經有過短暫的一個停止使用 不過近期幾個國家都已經開始恢復施打了 而且關於這個血栓的疑慮 目前在這個德國跟這個挪威的這個醫師 也已經查到就是說可能這個AZ疫苗 在引發我們免疫系統的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有一些反應特別強烈 這些強烈是我們身體產生的一些抗體 可能會去產生一些血栓 那這些血栓可能是攻擊這個血液的這個凝固系統的 這些相關的這些步驟 所以說在很少數的這個病人身上 的確是有找到這些抗體 但是整體而言其實這些血栓的這些情況 到目前為止有報導的大概就是三十幾例 那這三十幾例其實對於這個他當中這些分析 包含有一項報導是提到55歲以下的婦女 可能比較有這個傾向 那至於說整體而言的這個發生的這個人數 其實並沒有說很明顯的高於這個背景值 所以說如果是有一些特殊的症狀 比如說血栓的症狀包含四立模糊 頭痛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個接種之後 因為這些病人大概都是接種後四天到十六天之內 發生了這些相關的症狀 比如說類似頭痛四立模糊 那這是一種腦部的這個靜脈痘的一個血栓 這是可能會是致命的 如果有這些症狀的話 還可以用一些早期發現 那就趕快用抗瀰血劑去做治療 那事實上還是可以治療成功的 所以也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慢慢對這些病例的了解 對這些副作用的了解 雖然說即使是人數很低 那我們早一點採取適當的步驟 事實上還是可以讓這些病人度過難關 所以基本上我想AZ疫苗 因為歐洲很多國家又開始打了 我相信他的安全性應該還是相當有保障的 所以我們今天所有的包含蘇院長以及各大醫院的院長 都已經帶頭施打了 那我相信這個疫苗畢竟是防疫的一個步驟 那未來這個我們可能這個要能夠出國 然後旅行然後疫苗還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我想在這個時間點應該是全國的大家應該各界都應該要團結一致 然後那集體的那個泡口朝外 努力的去爭取得到足夠量的疫苗 然後慢慢在國內施打 盡量不要流於口水戰 我想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歐盟在推疫苗護照 那他們認證的只有四種疫苗 那莫德納 輝瑞其實包括是AZ疫苗 我想請教吳醫師 既然現在歐盟的藥品管理局也都認證了AZ疫苗 事實上是安全可以施打 以國人來講 除了我們現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那希望來優先來打之外 接下來不管是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 排二體一起下來之後呢 有沒有哪一些族群是現在可能在臨床實驗當中 比較缺乏的 比如說十八歲以下 他如果現在不適宜打 那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 還是六十五歲以上 這個部分不同的年齡層不同的考慮 來 吳醫師可以幫我們做一個說明好嗎 那一般在臨床試驗的時候 主要是有一個倫理的考量 那所以一般小朋友要做臨床試驗 基本上一開始倫理的專家 就會去挑戰這個議題了 對 怎麼可以把小孩子抓來做臨床試驗 所以目前大部分的臨床試驗 都是從十八歲做到65歲 甚至有一些有經過特殊審查的 可以到75歲 那這樣子一個範圍之內 主要是說臨床試驗 他是必須在一個良好控制之下的一個狀態 去做出來的試驗 他當然沒有辦法去滿足食物上的需求 但是我們可以把這些做出來的結果 拿去對照 有可能十八歲到十歲的 也許在某個條件之下 就可以開始做這個施打 所以說您剛剛問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難回答 因為所有臨床試驗的設計 就是從十八做到六十五歲 在這個範圍之內的 我們看到的結果是這樣子 那你六十到六十五歲 或是六十五到七十五歲 或是七十五歲以上的病人 能不能一體去試用 那這個可能還要更多的研究 才能夠去證實 也許第一步的這個臨床試驗做完 認為說安全性是還不錯的 那我們就另外再設計一個新的臨床試驗 是否老年人或是小於十八歲的這群人 我想這個醫學研究是循序漸進的 有了初步的data以後 基於這個基礎之上 再往上做進一步的 那這樣子真理是越變越明 那慢慢這些data能夠出來 那我們就能夠提供給這些特殊的族群 一個治療的明確的一個反應 那這樣子大家要打之前 也知道說人家研究就是這麼做的嘛 那風險是多少 我們醫師心裡知道 那大家願意去承擔這樣的結果 認為好處是大於壞處 那我們就來用 我想這個還是科學的問題 好 等下各個問題 吳醫師要跟你進行請教 來我們獨家連線給這一位 在今天臺灣施打的過程當中 第一位的醫護人員 他是吳麥斯院長 雙核醫院的院長 本身是法國國衛院的博士後研究 北伊醫學院的學士 那也是北伊腎臟科的教授 前北伊管理發展中心的主任 那也是前北伊醫學院的副院長 來這個院長 院長你聽得到聲音嗎 院長 我看到你畫面 非常清楚 院長你今天早上是大約7點50分打的 對不對 差不多那個時間 差不多 現在打完感覺怎麼樣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你穿這個衣服 所以沒有任何的紅腫或者是癢 都沒有任何感覺 沒有沒有沒有紅腫也沒有 沒有痛也沒有癢也沒有什麼 就沒什麼不舒服 那我還是照常今天所有的活動 您今年61歲嘛對不對 那想請教一下 你是今天所有的醫護人員的第一位所施打的 那貴單位呢 貴單位有多少醫護人員 包括你們這一次分配到多少疫苗 那貴單位有多少醫護人員願意施打接種呢 算為願 我們願意施打 我們在事前的這樣的調查裡面 有865位願意施打這樣 你們有多少醫護人員 如果多少醫護人員的話 因為我們整個包括我們的外包 大概有3300萬員工 可是接受調查的人並沒有那麼多 我接受調查的人大概只有1000出頭 因為有一些 當然我們知道所有的調查 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回答這樣 那如果是1000多位 有865位願意施打 這個這個醫院算是相當高喔 是不是 七成 七成是不是 對我們是在我們醫院是七成 OK 您自己怎麼看 今天幾乎同一個時間 跟您施打的 在臺大醫院有七十三歲的蘇貞昌院長 還包括了有六十八歲的衛福部長陳時中 張善淳也有六十五歲的 在施打的過程中 有人一度就是比較concern 因為蘇院長年紀比較大了 那前陣子為了國事事實上非常忙喔 他的顏面神經也出現一點點那個狀況 以他這個年紀包括像是陳時中 他們在施打之前要做哪些評估呢 其實施打之前這個評估都是非常標準化的 就是說有沒有特別的症狀 像發燒啊身體任何的不適啊 然後測量血壓 那這是有一個完整的checklist這樣 那就是其實這個問題我是覺得 就像剛剛 就是我們吳醫師專家那邊講的 還有我們的張善淳就是副指揮官提的 其實這些疫苗都是經過國際的認證 然後我們衛福部也看過了 那其實要不要打的話 其實真的完全看個人的意願 那這個應該就是說你認為這個風險 你是可以承擔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風險 還可以不用特別去注意 那你就打 那你如果覺得有點擔心那就不打 我覺得這些應該都是完全從個人 因為每個人對自己的這個 是不是願意接受施打的標準 可能有不一樣大概也沒辦法一概而論 風險的評估 那施打的過程當中 風險的控管是怎麼做的 我們都知道說打完之後 必須在現場要停留大概30分鐘 那這中間你們的危機處理風險控管 會做哪些預防措施的院長 那其實在整個疾病管制局 疾病管制局這邊給我們非常標準的 非常標準的流程 那30分鐘然後旁邊會有急救設施 然後會有也有氧氣啊什麼 那所以我們就完全照這樣標準來做 其實我也必須說這個疾病管制局這一邊 那他受設想的非常的周到 所以這些都有想到 其實我們當然這是一個比較新的疫苗 其實我就早上也稍微提過說其實我們 從小到大一直接受非常多的疫苗 當然有一些疫苗是一直都一直存在的 那其實我們大家都有經過這些 被認證過的疫苗的一些施打 那我相信這一次 大家準備的是非常的小心 聽說您今天在施打的過程當中 一度血壓有飆高是真的嗎 沒有啦 其實我有時候本來有血壓 這個年紀的有時候會稍微高一點 那我覺得應該是還好 也沒有特別 沒有什麼狀況 您覺得台灣在今天有同步 不管院長 部長 像院長您 同步在展開AZ疫苗的施打 它的意義在哪裡呢 院長 其實就是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打不打是個人的意願 那其實在疾管區 還有我們的TFDA這邊 其實都已經做了把關了 那你如果不相信的話 個人不相信那也沒關係 那就不打這樣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整個意義上 其實我們是 我覺得在我們一個團隊或一個國家 一個醫院什麼都一樣 其實我們是要相信 要相信說 我們在所有我們台灣的一起 這邊所有的工作人 都一起在維護我們的健康 維護我們的標準這樣 那我們要相信 我們就會付出更少的社會地 社會就是 就是我們資源會投入 那大家都已經把關了 為什麼我們還有很多的不相信 那這個當然也是可以個人的自由 這是我認為 什麼意義呢 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那願意打就打 那不願意打 我們可以再往下等 這也是對我們所有的員工 我們也都是這樣 我們的同仁 我們都是這樣講的 是 您跟吳院長 吳院長你們是同一起的學長 學弟關係對不對 沒錯 那OK 剛剛聽到雙和院長認為 從今天開始所施打的意義 您自己覺得呢 是的 我覺得 我們其實 我們醫師我們入這一行的時候 我們就是救人 那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是身先世主 那尤其是在這個防疫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很特別的狀況 就好像2003年 在SARS的疫情的時候 很多人因為這樣子 就是心生恐懼 但是也很多人願意去投入 那無論如何 這是一個救人的過程 那打疫苗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疫苗畢竟是我們國家的政策 是全民防疫要能夠成功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想我們那個吳院長 我師兄 吳院長 他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都是做得很好 那他願意身先世主當第一名 我真的是覺得為他鼓掌 那真的是為我們全民做一個很好的表率 也為我們醫護做來一個很好的示範 是 那院長你的第二季打算什麼時候打 我在因為我已經參加了V-Watch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擔心那麼多 那他會再通知我 所以我相信那個我會照著schedule這樣打 其實我想這些也算是我們紀律的一種吧 那我們應該什麼時候打 我們就再繼續那個時候打 是 那因為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一度還以為說陳時中他說 他想把手臂留給國產疫苗 那後來晚上宣布他今天要陪院長來施打 一般不建議 不建議你第一季跟第二季打不同的疫苗 對不對 不建議對不對 就像你現在打AZ的 你有可能會第二季去選擇高端嗎 你不建議打不同的疫苗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嗎 院長是不是這樣子 我下一季當然還是會打AZ 那這個也是就是說 在機管局那邊的建議 那其他的那個細節 我就不是那麼清楚 是是 那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 這一次分配到雙核醫院的 你們是有1000劑對不對 1000劑AZ嗎 對 我們有1000劑 可不可以談談互送的過程當中 大概是什麼樣一個流程呢 在封肩檢測之後 那運送到雙核 這什麼樣一個狀況呢 當然說前面來運送 其實很多藥物本來就是這樣運送 那不管是像這樣的疫苗 我們是非常有經驗 甚至有很多各式各樣的 臨床試驗的藥 也都是都非常珍貴的 就是完全照著這個 就是我們的規定來運送這樣 那其實運送進來以後 我們就直接進我們的藥庫 那也根據我們建議的 就是在整個疫苗建議的 這個標準裡面存放這樣 我想這個也不是 在台灣其實在這整個過程中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相信 我們台灣醫療是好的 那我們的藥品的品質 還有我們運送的過程都是 都是應該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 我真的算是我們應該要相信 是謝謝院長 院長最後一個問題 你打完之後 需不需要去揉他 還是要壓他 沒有啊 沒有沒有揉 不需要揉是不是 不需要揉 OK好 我們持續來觀察 謝謝院長 謝謝謝謝謝謝院長 今天跟我們進行獨家連線 來我想請教院員資 蘇貞昌院長跟衛部長陳時中 在七點四十分 他們是前往台大醫院 去施打AZ疫苗 那蘇貞昌大約是八點半 步出了院區 十一點二十三分 先公佈的是陳時中施打的影片 隨即在十二點二十七分 公佈的是蘇貞昌院長施打的影片 你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有人 一開始質疑說 你們為什麼不率先打呢 這還是國民黨 我看是費洪泰在立法院的議場裡頭 進行的質詢 現在打了 打了又說 為什麼不直播 好 那我把影片照片給你 又說 你會不會打假的 你打的是營養症 這是要怎樣 這是要幹什麼 這是要幹什麼 可以這樣糟蹋人嗎 可以嗎 我覺得蘇貞昌不可能打假的 那一定是真的 尤其他台大醫院 怎麼可能打假的 一定是真的 那蘇貞昌為什麼出來打 就是安定大家的心 因為現在很多國人 對AZ疫苗有質疑 那我想那些立委 可能就透過這種方式 就是證明說AZ疫苗很安全吧 蘇貞昌願意打吧 我不知道他們要幹嘛 但是我覺得蘇貞昌出來打真的很有意義 因為我 我跟新北市調了一個數據 對 現在新北市醫護人員 因為他現在只有針對 A1 A2 就這兩 兩種醫院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他們有專責的收治新冠 新冠病人的醫院 A1 A2這兩種 有去調查 大概兩萬多兩萬多人 然後結果現在願意打AZ疫苗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四 大概是四千九百多人 可是去調查說你願不願意打疫苗 不限AZ疫苗的話 大概有六成左右 六成左右的醫護人員 他是願意打疫苗的 但只有兩成四是願意打AZ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說醫護人員實際上 對這個AZ疫苗還是有點懷疑 還是有點懷疑 那我會覺得說像孫昌院長他出來打 包括剛剛我們那個院長也出來打 院長就是很懂醫學 那陳志忠是部長 他們出來打 我覺得應該對多少對於醫護人員的信心 應該會增加一些 那只不過說因為我們現在疫苗的比較少 現在只有十一點七萬劑 那目前就是六萬人左右要打 那十一點七萬劑一人打兩劑 差不多也沒有了 那等到萬一就是AZ疫苗 多點進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總共跟COVAX定了一部分 五百萬劑 然後又要自己買一千萬劑 那如果有的話 那到時候萬一醫護人員不想打 可能就我覺得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應該再鼓勵做醫護人員 再考慮一下 如果說大家打都沒事 像剛剛院長講說都沒事 不會腫什麼的 其實大家是可以考慮一下 那你覺得呢 你們貴黨同志 陳奕貞在忙什麼 為什麼忙著要掉價格 他幹嘛 他是為了省錢嗎 可以我們省防疫疫苗的錢嗎 是嗎 我覺得不是 其實我覺得他單純 他單純就是為了要監督一下 那個疫苗採購的狀況 因為的確就是 之前也有傳出什麼 是不是有立委在裡面這樣 陳奕貞最近 上次不是有拍到嗎 就是有一個跟張宇潮 他能夠承擔 因為價格曝光之後 可能我們的採購受挫嗎 你們在笑什麼 陳奕貞最近跟張宇潮 高壯 一個一個高壯男子陪他出遊 幫他拿東西 幫他拿東西 因為他最近也有一點時間 在交朋友 請負擔取政責任 為什麼要威勞到這裡 為什麼威勞到這裡 意義是什麼 不是 因為陳奕 我覺得他是主要就是 因為那個疫苗的採購 的確它來源 它的價格各方面 就是大家有些質疑 那現在蘇貞昌的講法是說 你們不要來調 因為調就有泄密問題 那其他國家可能會 因為這樣就不把疫苗賣給我們 但其實我覺得 要先確定就是說 到底去買那個疫苗的 那個人是誰 如果是政府的話 如果是政府 就沒有什麼泄密問題 因為立委 也是屬於政府的一環 那立委只是想要看 他有沒有亂用 因為這個疫苗採購 還在進行當中 如果這個進行的過程 萬一有什麼疏漏的話 立委本來就是可以監督 那所以不存在什麼泄密問題 泄密應該指的是說 對一般大眾開放 如果被或者是被 其他國家知道 這才有泄密問題 所以我覺得站在立委 具這個監督的立場 他是有這個職權的 你就是監督是不是 當然是監督 但現在大家就懷疑 就一直說陳昀正 你是不是取得資料之後 你就要洩漏給中國大陸 可是他能夠承擔 這樣價格洩漏之後 可能會堵住我們對外採購 當然如果會的話 一定會 洩漏 如果他有泄密問題 那敢不敢做出這樣的保證 我保證 你們如果公布之後 因為堵住我們對外採購 我承擔什麼責任 敢保證嗎 我覺得他有法律責任的 因為他現在監督是OK的 那他有做這個保證跟承擔嗎 刑責如果他洩密他就被法辦 我覺得我們要對立法委員 有一些基本信心 他們是人民選出來的 如果一直懷疑他說 你是不是每次做什麼動作 你都是要謀自己的私利 我覺得這個憲政體制 也很難維持下去 而且我覺得這個部分的 舉證責任應該是質疑的人 如果有人去質疑陳昀正說 你是不是就是洩漏給對岸 那你要證據拿出來 否則陳昀正他今天有講 他說你們一直磨紅我 我們就只要嵌吐而已 這個部分的話 他講說只有在沒有 講不過人家的時候 才會對人生攻擊 這個是陳昀正很無奈的呼籲 來 那個速度跟他同台的張宇柔 你看阿丁 你覺得呢 因為我們很擔心 不應該公布的 而且遲早資料也不會消失 你現在硬著要這個資料 那如果因為這樣堵住 我們對外採購 最後只好被迫來接受中國疫苗 這大家比較擔心 因為有人問說 你們這些人是在摸什麼 說不敢打 就打你說 怎麼會直播 怎麼會直播影片給你看 這打假的 這些人是來亂的嗎 你們對整個防疫 到底做出什麼貢獻 這真的是在做防疫嗎 來 宇柔 我先說啦 就是說如果推一萬部 陳如這個議員師說的 是真的為了監督的話 或者是說實行履行 立法委員的這個職權的話 那你開正門走大陸就好了嗎 你為什麼要做政治突襲 你為什麼要趁人數啊 基本上對國民黨相對有利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一個民眾黨 四個國民黨 然後再加上五個名獎 變五比五啊 這個呢 平手的時候 陳宇珍投自己票 因為他是招委 如果你真的師出有名 或是開正門走大陸 那你可以 你大可直接可以通過呢 招委開會協調的時候呢 把你的提案啊 直接亮劍嘛 你為什麼 基本上呢 要捨 捨本竹墨 你為什麼要走小路呢 基本上就是 大家質疑他的動機 這第一個說不清啦 第二個是呢 現階段我們都知道 疫苗啊 是所謂的賣方市場 所謂的價格是浮動的 你今天要去跟一家藥廠談疫苗 數量的多寡 交貨的時間 品牌的差異啊 會決定啊 這個價格不會是單一 一定是浮動的嘛 你買一億劑跟買三千萬劑 你下個月要交貨 跟半年後要交貨 基本上是不一樣 因為為什麼是賣方市場 全球疫情還是非常險峻 所以陳宇珍今天 在臉書上發言說 這不是什麼兩岸關係的問題啊 那我告訴陳委員 這是最基本的 國安跟經濟學的問題 供需的觀念 你要先搞清楚 所以搞了半天 我覺得這是假議題嘛 之所以講了半天 所謂的假議題是啊 這有什麼好知道的 你知道你要幹嘛 或是你取得了價格跟輸料 你到底要揭露什麼公開透明呢 好 剛剛葉仁芝說呢 這個要負擔舉證責任 那我倒問啊 鄭立文今天直接告訴大家說呢 因為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有把手伸劑啊 所謂啊 這個疫苗採購過程 你要不要負擔舉證責任 你要不要直接告訴大家是誰嘛 不要玩這種寒沙攝影 或是說呢 基本上啊 帶風向這種套路 要不然就是你 鄭立文告訴大家 我已經背脫所有資料 我準備呢 要去指控民進黨的哪個委員 好像有中介疫苗的問題 或是呢 再喬價格 你就直接把資料 拿出來就好了嘛 另外一個 你陳玉珍委員 從上禮拜到現在 中間啊 院士剛才所說的 某週刊還拍到他 我還沒看到是有偷拍啊 還要看鏡頭的耶 大家都知道 你是在幫他委會就著 轉移風向嘛 陳玉珍自己知道 上禮拜的這樣的政治突襲 再加上呢 他說什麼什麼 身如紅毛啊 這個使不足袭啊 其實引發很多啊 輿論的爭議跟踏法 所以我要說的地方是啦 其實呢 侯友宜說那24% 這都是統計學上的 若剛的盲點 什麼意思呢 因為呢 所有醫護人員 真的要打 也沒有那麼多劑量 可以打 全國有33萬的醫護人員耶 院士說只是其中的面向 最後回答陳佩琦醫生 這樣的問題喔 你說這個政治人物打疫苗 是像吃鮭魚改名一樣 都是一窩蜂啊 或是說都在跟風啊 那我寧可從正面跟善意的角度 來詮釋 2017年科爸跟科媽 優先出來打疫苗給大家看 我相信他們不是為了跟風吧 他們也是呢 為了做好表率吧 2020年科文哲市長 也出來打流感疫苗給大家看 請問他是為了跟風嗎 為什麼你們的標準都跟他不一樣 而且你個人還是醫生耶 難道你說科文哲還有 爸跟科媽 當初打疫苗給大家看 只是為了幹嘛作秀嗎 結果陳佩琦這樣講之後 那個科文哲啊 就出來帶風向跟他講說呢 一切啊我們是不會跟風的 我們跟了SOP走 你當好跟SOP走 因為謝氏首長是屬於第二批嘛 侯友宜也是講實話嘛